我是阿峰 徐文峰 我先問一個問題 在場有沒有聽不懂台語的 因為我會不小心就會講台語 我會盡量克制 因為我的Mandolin不是很好 我是哲伍的志工 然後我是一個獨立製片工作者 然後我這兩年回來 然後我一直在拍一些 屬於我們中台灣的一些藝術的影片 然後我最近其實也在拍幾個年輕人 這次參選基層的那個名長 這樣的一個題材 然後最近還在Follow 非常 最近是那個張力非常高的一個狀態 好 回歸到就剛才講會選 有人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誒 啊 2014還有在買票會選嗎 我上個禮拜去那個 去我二姐在無錫海鮮那一邊 他說現在已經累積到差不多2500 一個人差不多已經累積到2500 待會賦予就可以在那個 對 對 然後 關於買票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彰化入港人 我們從小 好像我印象當中 從小好像每一屆都一定會有 反正一定會有一疊那一種 你們家有幾張票 然後就會有人送來 然後通常是透過領長 不是領長 對 然後 而且他們買票的 其實都會排人去投開票所 然後就看 去統計開了幾張 所以 這個投開票所這一區這樣子 他花了多少錢出去 然後開出來幾張 所以他們就會去抨擊 所以 礙於這樣的一個壓力 其實有些 有些老人家拿了錢之後 雖然你跟他來說 誒 我拿了錢我投給誰 他也不知道 但是 誒 人家就開始檢查 誒 那個誰誰誰 為什麼我們這邊開出來才開幾張而已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壓力 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就是賦贏 用這一本 這一本新書 買來的政權 台灣選舉文化觀察的作者 然後還有就是萬寧 2014 翻轉選舉運動的發起人 然後還有就是半縣新生會的邱銘縣 很明顯 然後他們待會會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首先 我們今天進行的方式 就第一個set 我們就先讓賦贏先講一下 最後他介紹一下他的書 然後他對我們台灣選舉文化的觀察 這個部分 然後接下來會讓那個老林 就講一下他們的 翻轉選舉運動的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我就請那個民憲 講一下我們從台灣現在 有哪些我們的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的公民行動 好 那我先把時間交給付你 來 大家晚安 好 晚安 我是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晚上可以終於來到 傳說中的折武這樣 折武在台中 對 那我其實我是台中清水人 不過就是因為這幾年擔任彰化的 那個執行會執行長的關係 所以被很多人誤會是彰化的人 這樣子 對 那這一次其實 匯出這個書 我覺得跟這五年來 我們在彰化 就是從反國光石化運動 然後還有到中科 二林園區的搶水行動每一個 其實都是在面對 彰化的地方政治 他是被少數派系的人熔斷 那這本書的另外一位作者 明明化 他自己也是彰化方面人 那我是跟明化是在 呃 反國光石化的運動中認識的 對 那我們其實決定做這本書 呃 這本書是我們今年十月決定要做的 對 就是十月初 然後整個在草根文化 就是潛溫出版社的全力感攻之下 大家就爆感本 然後一個月內把整個書從 呃 書寫然後到定稿 然後到印製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想做這件事情 主要是因為大家都說 好像不太 有人覺得 2014年都是台灣已經走入21世紀了 那我們又正展規定那麼多次了 買票會在嗎 那其實他處理在 因為我們是十月初的時候 我們聽到彰化某一位 這個要錄嗎 好 彰化某一位山寨精神武 他準備了十二億 對 就是他準備了十二億 要選這次的選舉 那我想說他到底要做什麼 選那麼多錢 那 然後我自己的一些朋友 就是大家有知道說 比如像我們台中海線清水 呃 因為兩個派系大龍頭 因為那個喝花酒的案子 那水被抓去關 所以他被持多公圈 他們不能再就是選 沒有辦法再出來選 那他們把自己的位子就是 推自己的女兒跟兒子出來選 對 弟弟 弟弟出來選 對 所以那個狀況 然後就包括自己的家鄉海線 也面臨了一個 就是這些派系 其實他們還是準備要撒錢的狀況 對 那我們想說 好像都讀這麼多書 然後應該做點什麼事吧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 寫一些東西 那因為彰化他在 如果大家有印象中 其實這兩年台灣的網路上面 有一篇文章 好像在PT還有被推爆過 就是他有一個人整理了 就是國民黨任內 因為馬力九任內 就是國民黨的整個貪賭的 就是利益表 一個很大利益表 八十幾個 那名化他其實有看到那篇文章 那後來我們想說 就從會選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乎的是 好像中部非常 就是那個會選的文化 怎麼沒有斷過 那我們就從會選領 這個主題下去切入 再開始去做這些手指 對 那我自己在 我想我今天 待會兒會稍微分享一下說 就是到底我們 就是會選 會選為什麼在台灣不會斷 那到底過去的運行勝 還有我們看到一些 會選的手法的改變 對 那還有就是我們下一步 就是我們這些會選的人 這一次他們在大選中 辦什麼樣的角色 那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的政治經驗 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說 有些人可能在家裡面 不太會跟家人討論政治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會選存在嗎 可能都不覺得 在自己的生命經驗裡面 那也許是因為過去 我們對政治的部分 是比較沒有去關注 所以你不覺得 那個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或是他其實在你的身邊發生了 可是你沒有去觀察到 那我自己跟剛剛那個 中禮中的同學 我也是中禮中的 那我是1994 九折塔 那時候在台中這樣子 那我自己的父親 父母親他們是勞動階層 可是他們專支持黨外運動 那其實跟剛剛同學一樣 就是我在國中的時候 就開始聽 就是那時候 台灣開始有 大 就是台灣開始有 可以選市長 就是1994的市長改選 然後到1996 總統大選 統獨辯論 其實那個我都有關注 還是高中勝 所以我們自己的家人 其實是為考論政治跟選舉 所以像我媽媽他們 我是不是沒有在一起知道說 其實買票是我們從小看到大的 那是我 那是我很大的困惑 對 包括 就是每次 只要街上開始出現 有那個人頭的棋子 然後就會有一個 就是常常會找我媽去什麼 農會加正班 然後或是什麼 婦女會的 那個阿桑就會出現 很準 然後他只要那個街上 開始有人頭棋子 所以他就 那個阿桑就會出現 那他就會來說 就是我們 他會跟我媽就是等著講 就跟剛剛那個同學講的一樣 就是他突然會把 跟你講說要投給誰 就有個數字一直在那邊繞 然後他就會把錢塞到我媽的手中 那我媽 其實我媽那時候她會拿 那為什麼要拿 其實我想跟剛剛 就那個人情 地方上人情的壓力 有很大的關係 你不拿其實 在地方上你要知道 為什麼不拿 他就會去質疑你 那像 選舉的這些事情 會選 其實在我們家會逃 就是我爸 我會聽到我媽 我媽會跟我爸講這樣子 對 可是他們都其實不會投給那個 會選的人 對那可是後來 那個阿桑就不會出現在我家了 因為他們有發現說 我們家全部都沒有投給他 對 所以買票買不動 就跳過去 對 那這樣子的經驗 其實到我大學之後 我大學之後 我第一次的投票經驗 也是投給縣長候選人 那時候我在台北讀書 然後面臨到就是 台北都說要投廢票 然後甚至那時候 有那種 校園沒有很流行的獨立刀目 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就是選西瓜 不用投廢票 可是我自己回頭看我自己的家鄉 那時候明明有不錯的 縣長候選人 然後也有很棒的司法官 就是在我們海縣參選選議員 那我就想說 那我這張廢票投的下去嗎 對啊 那後來我自己的父親 我跟他討論 就是我們有覺得 我就覺得說 廢票其實好像是一種 台北觀點的廢票 就是台北怎麼跟我自己的家鄉 遇到的不太一樣 這個是我一直 就是好像是有一種 城鄉差距的感覺 對 那後來我就是回頭去了解說 到底是閒在我的家鄉參選 然後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當然我的父親有告訴我一些事情 可是我也自己 開始去找一些資料去看這樣 所以那個過程裡面 我並不是全然就是 只靠父親告訴我說 你要投給誰 而是我想要去瞭解說 到底是誰在我們家鄉參選 那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開始去聽到說 哪些派系龍頭 他們平常在做什麼 然後紅黑派在地方上主人養 那我自己的外公是農民 那他們的就是很純樸 那他們會覺得說 欸這人有來 我應該有拜託你什麼事 他有給我盜聰 我又給我盜聰 甚至有個更誇張的是 我阿嬤 我外婆中風了 可是他就是總統大學那一天 還叫我 叫我舅舅一定要推他去投給宋楚瑜票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宋 就是後來他們才想到說 因為宋楚瑜有來過海線 然後有握過我阿嬤的手 然後我阿嬤就一輩子記得他 可是那個其實那種心情的背面是說 就是海線人長期是被忽悅的嘛 這個其實是 永遠都是以台中台北為主 那當今天有一個正式人物來到這裡 我被看到了 我被握到那隻手 我覺得阿嬤我在照顧啊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會去想說 欸這些身旁的人 他們到底怎麼面對選舉 然後拿那個錢的背後的心情到底是什麼 對那這一次 這一次在寫這個書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開始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欸台灣的會選的文化 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 那前面有提到一個就是 就是這跟國民黨在台灣長期的戒嚴統治 其實有很長遠的關係 因為其實戒嚴讓台灣的民眾 他表面上有一個地方的選舉 可是那個選舉的過程 他其實是不公平的競爭 甚至除了國民黨之外 其實沒有其他的政黨 是可以跟國民黨競爭 所有的人都能夠 只能用黨外人士的方式去參選 那這個過程裡面有很多 包括剛剛大家有講到 要做票配票還有買票 那這些行為其實讓台灣民眾長期 就是我們不覺得那張票是為我自己而投 我只在配合一個政黨 然後保證他當選這樣子 那這本書我們後來有 我們後來有去做一些歷史的爬出 就是中華民國最早的會選經驗 你們可能在課本沒有讀過吧 你們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嗎 知道是什麼時候 因為民國初年的時候 我們是有會選民國會議員 對對對 誰了 誰會選國會議員當選大總統 民國初年 誰 曹坤 對曹坤 記得你有老年共結嗎 沒有 對曹坤 沒錯就是曹坤 大家可以靠音這樣 國會議員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想說 那當時曹坤出來會選 會選國會議員 他那時候他出了五千大洋 那孫中山就是中華國國父孫文孫中山 他當時聯合了軍閥出來反制 那大家想說 反制怎麼反制 你們會覺得怎麼要反制 你們好厲害 對撒平他更多的錢 對那時候孫文他們就是也壓 就是也出 他們也出錢 然後他們是只要國會議員當時 不要留在北京投票 你去上海再多給你五百大洋 然後再往南京再走再加碼五百大洋 結果他們的錢還是輸給曹坤的五千大洋這樣子 那所以中華民國的開國之初就是有一個 就已經有一個會選經驗這樣子 那這個會選經驗其實 就是當時有很多國民黨的黨員也在其中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說這樣的會選經驗 其實到戰後 就是戰後國民黨派逃來台灣之後 其實整個戒嚴的過程裡面 他其實變成一個 他達到他統治 就是他的鞏固他的政權 一黨獨帶來的很重要的方法 那我們在這裡面就是 但是我們有去整理黨外雜誌 當時有報導就是說 國民黨的一些會選的手法 那其中就是有三大招 一個是索尼亞特尼 就是把那個 有可能造成你威脅的一些候選人 用錢讓他退選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現金買票 就是我們現在最常 大家剛剛講很多 就是我拿一疊錢按戶去買 就是現金買票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會選 就是送禮 大家應該有聽過 送北口味噌 倒油 大概這些民生用品這樣子 那這些會選的手法 其實黨外雜誌 黨外雜誌上面有很多爭議 然後其中還有就是黨功 國民黨的黨功 他們有出了兩本書 一個是詹必俠的 那個買票唱的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來看 裡面有非常精彩的 什麼買票跟桌票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曾經當過我們台中代理師市長的 那個邱家宏 他也寫了一個打造亮麗人生 那裡面他們兩個是一個 詹必俠是在北部 北部買票 北部付得做票 然後邱家宏在中部 那我舉兩個 他們各自最讓我印象深刻 詹必俠在台北做 他是做那個黨部的書記這樣子 那他當時就是負責 其中有一個就是負責三家地區 當時有個黨外人是很重要的前輩 叫郭語心 他在 他們就 詹必俠就是要負責在三家地區 讓郭語心高票落選 就是一個票都沒有給他 不然就是會很難看 那當時詹必俠就是負責了就是 他就是到 開票的當天 選舉的過 選舉投票之前 他就已經愛家愛戶去拜訪 然後去送錢這樣子 然後當天票票當天 他要確保每個人都來投票 所以他會觀察就是 中午十二點 欸怎麼還有那麼多人沒來投 然後他就去 因為他平常都跟這些人 已經打好關係了 認識嘛 為了問他 然後去他就去收集那些 有身分證回來 那拿到身分證之後呢 就是他進到投票所裡面 他就負責就是彈鋼琴 就是他把 他本來想說就是 蓋一個子役比較快 結果後來發現 一張一張蓋很慢 所以他就是把所有的 他把他的手指抹上那個 洪印尼 然後就 就很快就是全部都蓋完這樣 所以後來那一區開出來的票 郭雨昕只有96票 然後就是 國民黨當時要推出來的那個候選人 他就是 那個人就是高票黨選這樣子 那另外邱家鴻 他是在彰化 彰化他當時是1960年代 他負責就是讓那個謝東銘 謝東銘他出來選審議員 那國民黨當時就規劃說 在還沒開始選 他就規劃說 要讓謝東銘當選審議會的議長 那為了要讓他有這個聲望 所以要確保他在 謝東銘在自己的家鄉 二選鄉就是高票當選 那他們規劃是要達到96%的得票率 那96%的他們怎麼做到 一部分是鼓勵 二選鄉的村裡來比賽 就是我們每個村裡要開出很棒的票 那第二個是當時就是有承諾說 如果謝東銘當選的話 就是每個村裡來想 就是想辦法 就是說大家來競賽 就是說如果有想出一些方法 讓他當選的話 那事後就是我會給這個村裡 更多的就是一些預算費用這樣子 那在這個助選的過程裡面 邱家鴻他就是拿那個布袋 人家布袋不是裝你的嗎 他不是他是拿來裝錢 他是裝了紙袋紙袋 然後就是暗戶去送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 謝東銘果然在他的家鄉二選 開出了批96%更高的票率 就是那個過程我覺得 原來那個你要去看打工寫才知道 我們那個過程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栩栩無聲這樣子 非常精彩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會選跟馬票作票 其實在 後來就是說到 在 作票事件其實後來因為中藝事件發生 所以民眾開始去認識到說 作票這個問題這樣子 那其實後來到1992年 1992 就是黃興建他到花蓮去參選立委 其實也當時也有發生作票 那可是後來就是 慢慢的90年代作票這件事情 因為民眾的對民主的這個想法 越來越越清楚 所以作票就不太可能再讓國民黨就是利用 比如說投票的當天就把燈關掉 然後突然燈打開 就紅紅紅紅候選的票有多了很多票這樣子 這種作票法就比較不會出現了 那再來就是配票 配票這種就是配合黨部組織 然後下去動員 然後去規劃說每個村裡 然後尤其在眷村或是其他一些 想讓你把它要配多少票出來 對那這個部分 也慢慢因為黨組織的鬆動 就是那個黨機器 越來越不能夠運作 所以配票的部分 慢慢的也開始消滅 那到現在其實我們最常聽到的 會影響選舉的還是買票會選這樣子 那這個過程裡面 見的時期裡面 其實從一開始的農村社會到後來 後來工商社會 其實買票為什麼會越來越盛行 其實中間有很大的轉折 很大的轉折是我們 當我們從農村進入到工商業之後 其實80年代開始有很多金融級的候選人出現 像那個有國泰 蔡正中 就是當時有很多80年代非常重量級的金融級候選人 那又隨著台灣就是房地產開始上漲 然後還有股票開始操作 所以那種獲得暴力的這些金融級候選人 他們開始就是進軍到國會裡面 所以台灣其實本來我們早期在 譬如在日治時期 我們1935 36年 我們自己的選舉是推出士生 第一次的選舉經驗 我們是推出士生的政治 然後到戰後50 60 黨外人士出來參選 其實都是像郭雨昕還有一些長輩 他們其實都是士生 可是到80年代開始 就變成一個金權政治 這些士生再也很不容易選上 因為你沒有錢 沒有辦法去買票的話 其實就慢慢的 我們的政治節奏開始 就是大一隻是就被 就被金權就是所替換掉這樣子 那我們書裡面就是有 重新去爬出就是台灣的一個選舉買票史 那再來就是我們去關注現在 就是說這幾年到底會選還存不存在 尤其滿久的總統是在2008 就是讓國民黨政黨在爲批 重新獲得一個民主政權的一個 清廉的政治友誌 清廉 對清廉的政治友誌 對那他自己好幾句都宣傳嘛 就是說在改 他已經徹底改變了國民黨 可是到底有沒有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前幾年其實維基百科解密 2010的時候 當時就是引起很多政壇的政叛這樣子 對那其中有一個是 維基結明也有寫到就是說 台灣的精神馬跳不嚴重 對那他做了這個結論 那是因為美國在寫會寫的報告 那他根據就是我們上一次的市長選舉 市長選舉2009年那一次 所以就是我們2009到現在 我們的縣市地方政治的這個結構 其實是在2009這個過程裡面 所決定出來的 那這些人到底產生了什麼變化 在2013年12月底的時候 有一次國民黨開中場會 然後那天馬就非常非常生氣 他說這是我們是 這真的是我們非常恥辱的一天 為什麼 因為那一天就是中選會 他要罰國民黨4500萬元 那國民黨他們準備了3000萬 還不夠罰 那為什麼中選會要罰 因為我們的選罷法有改規定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候選人會選 然後被法院判刑確定 不是說檢察官起訴 是判刑確定的話 那你就是這個所處的政黨 候選人所處的政黨 就要連貸罰款 那當初中選會公佈了 就是公佈了非常多人 那大多數很多都是國民黨籍 結果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居然準備了3000萬還不夠嗎 罰到4500萬 那到底就有多少是國民黨籍的候選人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去關注了 當初讓馬一九震怒的這件事情 跟維基百科他所看到的這個 就是上一次的選舉 然後2009年 這些會選案 那其中我們就是用法選資料庫 在這邊跟大家鄭重推薦 這個法選資料庫 法選資料庫非常好用 你們可以回去搜尋 然後把這一次 你們加候選人的名字 全部把它key進去 然後就可以查一查說 他們有沒有曾經 牽連過什麼樣子的會選案這樣 我沒有玉圖使人不當選 我只是在介紹法選資料庫 好是這樣 那我們用那個法學 名化用那個司法院的法選資料庫 他查了用幾個關鍵字 會選買票 然後結果刷 就是查到了300多個人 300多就是這幾年而已 300多個人 那大家剛剛有講到 會選不太好抓對不對 就是一定要是買票或賣票的那個人去報 可是常常其實不是很容易 因為我收錢 我怎麼會去跟別人講 然後我買你票的那個人 他也不太會去跟別人說 所以其實很多的案件是因為 他的對手去報這樣子 或者是真的有人去檢舉 那這些300多個人的會選的方式 我們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會選手法 而且是翻新的 一個是比如說 有一個是家族 有一個是家族政治 就是媽媽出來選 從縣議員專訪 花檀鄉 對花檀鄉 媽媽出來從縣長 縣議員專選 花檀鄉鄉長 然後結果他的兒子 他就安排他兒子出來 接放選議員 那結果他就是買票 一個一張 一個錢買兩張票這樣子 那就是展現他無愛的方式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這種家族政治 其實我們也觀察到 在另外一種方 就是他在會選裡面 甚至會利用就是 家族政治他在 他目前也有的這些公職的身份 然後下去買票 比如說一樣在彰化 對彰化某市長 之前的市長卸任之後 換他太太出來選 那這個市長的妹妹 因為剛好當市民代表 那他跟村里長都很熟 結果他們就是把村里長找到 他的另外一個哥哥 當立法委員的競選總部 然後就在那邊交錢給這些村里長 透過村里長系統 要幫他的嫂嫂買票 所以這種就是當這種家族政治的影響 其實如果當他們都進入到這種 公職人員系統的話 其實他更會透過村里長系統 去掌控這些資源 甚至變成整個 本來村里長系統是在為民主務 結果他變成是拿來利用 做為自己買票的一個工具 那除了村里長之外 其實還有就是農會跟水利會 其實在尤其在非台北地域 農村地農業大縣 其實最常看到 那我們有看到就是有一個 有幫兒子會選的 有幫兒子會選立委的 某水利會會長 他就是透過水利會的整個 系統下去買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就是有的是 呃 台中市 太平鄉 和平鄉 對 他們當時他們在規劃選 鄉民代表的主席的時候 他們有的是透過 就是送那個茶葉館 就是透過農會的那個組織 小組長的組織 然後就是送贏茶葉 可是其實裡面是裝了 一萬塊的會選的金額這樣子 那這些手法裡面 其實我覺得有幾個還 我自己看還蠻 我覺得還蠻高招的 另外一個是老鼠會的方式 所以我平常不是直銷 只會在 對然後直銷也平常來就是會選這樣 那有 呃 那個方法就是說我先買最上 就是我先買一筆錢給甲 那甲就是要負責把錢 甲會收一些留下 然後再負責把錢分給以兵兵戶這樣子 那這種就是 這種老鼠會的會選方式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呃 很多時候我們想說 事情有在討論說 我們選舉太多了 所以把整幣起來 一次那一天就可以投好幾個人了 像這次我們是七合一 那可是七合一對選舉來講變成是 喔這九合一 有人說不是九合一欸 喔九合一可是要投信照片 喔十票 喔這個 好看地方 好反正就是 呃好這次九合一選舉 那這次九合一選舉裡面 我們是想要 我們是想要節省大家的時間 不要一直讓他一直處在 每人都在選舉 可是對會選的人來講 他覺得哇這個好好買 因為我是譬如說我是 我是假借呃里長的名義來送錢 可是其實他是幫最上面的縣長在買票 就是這是一種 他是一票可以買好幾個職位 那所以當我們呃 我們看到就是說 2009年的那些會選 而且當他抓到的時候 這些支持者都說 我是自願買票的 而且我是在幫里長買票 可是其實我們都抓不到 我們看到的案件 關於縣長的部分 縣市長的部分 越上層的越難看到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透過最基層的去買 那當抓到的時候 都是基層的去扛嘴 那最上面的馬就是 組一道防火牆在上面這樣子 對 那呃這些會選手法 我覺得還蠻多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其中就是彰化線地檢署 非常身經百戰 他整理有非常多的手法 對那些手法都很精彩 那我想最後我想要講一個是說 這些人為什麼就是 這些 就說這些人這次到哪裡去 我們有看到 有一次我回彰化 我去回大概基金會 然後我就下交流道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很大的聯合競選看板 然後我就覺得這些名字好惡熟 好眼熟 然後想說到底在哪裡出現 後來登登 原來是我之前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他們都曾經出現 很多是出現在這本書裡面 對就是這就是我們在 當惠選抓到的時候 法官 檢察官很努力去抓會查會 可是當到法官那邊的時候 有些法官 他並沒有照選法法的那個規定 就是惠選 沒有照那個立法者期待 就是惠選應該判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情徒刑 可是我們的法官很多 他都是檢期或者是緩期 甚至沒有持留公權 所以這一次有一些地方會看到 曾經有過會選案的人 他們已經被判刑定了 結果這一次又出馬參選 那也有些人他們沒有出馬參選 可是他們自己推出自己的派塔 女兒或者是兒子出來選 然後自己變成是他們當中的重要的競選幹部 對 那另外還有就是 有些是變成跨縣市 變成是其他國民黨籍的這些候選人 沿來的重要幹部 有的變成到台北變成發言人 然後有的是在 有的是變成是後援會的總會長 那甚至有些是變成是 就是重要的幕僚這樣子 所以這些曾經被會 曾經有會選的這些經驗的人 他們其實並沒有在2009年 那一次選舉之後就消失那種 他們到他們的影響可能也會發揮到現在這樣子 那這些我們這些的整理 其實我們想要去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應該多去了解我們這些候選人的背後 他們到底是來自於什麼樣的結構 那當然這個300多個人裡面 各黨都有 可是國民黨籍最多 那最多的狀況就是300多人 然後國民黨籍大概就是200多這樣子 200多加300之間 對 那很多是無黨籍的人 可是無黨籍其實長期也是 在國民黨這種福祉地方發行當中 他們比較是依靠國民黨的這樣子 對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跟明華我們做了一個 還有一些朋友 大家把這本書出出來 然後其實我們想要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去關心 我們自己的家鄉的政治 然後去了解每一個政治人物的背後 他到底來是什麼樣的背景跟結構 那這300多人的會選民人堂 就在後面的附入二 對 那如果大家有 有時間要喜歡的話 也可以去查 然後如果你回去有空的話 真的要去用一下那個 司法院的法律資料庫 那我的分享會先到這邊 謝謝 好 這個一個分享 對 重點就是這一本 對 然後去翻一下 對 就是他沒有講到的部分都在這一本 好 可以可以可以 那麻煩先傳閱一下 對 來那邊你拿一本去查閱一下 那就好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先把時間 就給那個 好 各位朋友好 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翻轉選舉運動 是什麼要發誌 然後我們做了哪些事 那之後有時間的話 我再稍微補充一下關於 賦怡剛剛講的買票的這件事情 翻轉選舉運動是一個 其實也是今年9月才剛剛成立的一個新的運動 那他的主要的成員大概就是 今年318之後 一些覺得 離開立院之後仍然應該對政治持續施壓的年輕人 還有公民團體 他們覺得說 選舉你要去關懷選舉 你要去關注選舉 或是介入選舉的方式不是只有參選 那透過拋出一些議題 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可以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去讓一般的選民也好 候選人也好 去開始去思考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9月底成立的時候 提出了三個大的政策主軸的方向 希望把這個東西丟出來 但是這個討論不會在今年的年底 選舉結束之後就結束 這樣的討論會一直持續到至少2016年立法院的選舉為止 好 那我稍微簡單的講一下 我們三個大的訴求是什麼 第一個是區域資源的不均衡這個問題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大部分是中部人 但是你們真的知道你們的資源跟其他的地方有什麼樣的差異嗎 我相信大部分人是說不出來的 我先問一朵簡單的問題 就跟這次年底選舉有關好了 各位知道這次年底總共有多少 今年年底有多少的位置需要產生出一個當選者嗎 今年應選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嗎 應該選出來的 你們隨便講一個數字 1萬人 你知道是1萬多 那你知道我突然參選嗎 接近2萬人參選 對 那各位聽到這個數字一定覺得很驚訝 因為所有人 你大概只能講得出可能不超過10個候選人的名字 上從縣市長下到里長村長 而且有可能你會講的都是台北市的那幾個 你自己的那一個區選的是議員 你自己那個里選的里長候選名字 你可能都叫不出來 這個第一個我們就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媒體焦點跟我們討論的目光都太過集中在首都了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應該要提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你應該關注的是你自己在地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在區域資源這件事情上舉了五個指標 第一個是醫療 第二個是這個公共托育 那第三個是交通運輸 第四個是自來水 各位一定不敢相信你現在覺得習以為常的自來水 在屏東事實上監管率不到五成 也就是說屏東那有一半的家庭他用的不是自來水 而是地下水 這當然有他們當地的這個地理的問題 就是地理的限制 他們習慣使用自來水的問題 但是你很難想像這樣事情在台北 然後在今天的台灣還會存在 好那還有一個就是財政收支的劃分問題 各位是台中市大部分如果是台中市人的話 你們不曉得知不知道說 你們升格成直下市之後 拿到的錢跟以前比到底有沒有比較多 那新的這個財政劃分法跟你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其實應該大部分人是講不出來的 可是事實上這個才是真的會去影響我每一個人 每一天從你的市政府撥到你身上用的錢 到底有多少 這個才是真的相關的 這是我們丟出來的第一個問題 那我們針對這個第一個問題 在前兩禮拜寄了一份問卷給所有的縣市長候選人 要求他們回答 那我們會在下個禮拜有個記者會公佈這些問題 問卷的這個回覆答案 然後會去做一個評析就是說 這些縣市長候選人提出來的這些政見是空洞的呢 或是不可能實踐的呢 或者這個我們覺得是適合這個地方的一個政見 這是我們做的第一個訴求 那第二個訴求跟今天的主題其實有高度相關 就是我們去談地方裡面的政治家族的問題 那我不曉得各位之前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十大政治二八家族票選 這個票選行動 這個就是由我們發起的 那我們在這一次整領了22個政治家族 那他們大概都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個是這一次有候選人 那第二個是他們家確實長期都把持了當地的重要公職 不管是市長也好議員也好 甚至是村里長喔 那第三個要件就是 這些家族都曾經有案或是有重大爭議 隨便舉一個例子好了 剛剛傅宇有聽到 傅宇有提到 我可以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跟各位非常相關的這個年輕彪的例子 有關係嗎 年輕彪 年輕彪不是大家都知道嗎 有關係嗎 他女兒嚴厲你出來選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嗎 好 那 意圖只能說要寫的前提是要抹黑 但是我們講的話都有證據 所以完全沒有抹黑的問題 對 那 這個 在這個十大真 顏謙廟 我們列出來這些裡面啊 顏謙廟自己身上背了暴力的案子啊 然後會選的案子什麼不計其數 但是他的女兒仍然能夠出來選 然後在這一次的這個十大家族裡面 高票當選第二名 僅次於第一名 那第一名我想毫無懸念大家都知道是誰家 對 這第一名就是連家 對 好 那眼睛廟是一個例子 那再第二個例子就是我剛剛其實複宜有提到的 1992年在這個花蓮的立委選舉 黃信介的那個案子裡面 跟他對選的那個人叫魏慕延 這個人 這個魏家 當時就是在花蓮做票 然後做到這個引起民怨不滿 那國民黨之後馬上宣布說黃信介當選 才平息了那場民怨 但是這個政治家族沒有因此就消失 這個政治家族 我剛剛說的這個魏慕延是大伯父 那這個大伯父的弟弟呢 就是這個政治家族 最像目前的這個家長 曾經當過花蓮市長 然後他有四五個小孩 全部都是現議員或是市民代表 而且年紀都非常的小 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弟弟二十三歲 有他兩個弟弟一個二十三歲 一個二十四歲的時候 分別當選了市民代表跟現議員 什麼叫青年佔領政治 這個才是青年佔領政治啊 開玩笑 為什麼他們可以佔領政治 其實是因為他們有豐富的這個政治家族資源 才有辦法讓他們在什麼事情都沒有做的情況下 就可以當選這個地方的民意代表 那這個家族更誇張的是 他們家還有人有刑案 而且這個刑案真的非常的誇張 這個刑案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家族裡面的大哥 也是某某市民代表或現議員 那他去強姦一個未成年少女 這就算了 他的太太 就是這個大嫂呢 居然還以為是這個少女去勾引這哥哥 所以還派人去打這個少女 那這個案子都還在告 那這一家子都還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這個村里長那樣子 這個家族目前 今年在花蓮還有三個人要出來選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說 台灣的政治家族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但是這個絕對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 在全台灣這樣的例子不計其數 我相信等一下如果有在地人 一定隨便都可以講出完 那種魚肉香里的啦 然後這個在地方上 惡霸的人都知道 可是他還是每次出完選 每次都會當選這樣的例子喔 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指出 政治家族非常嚴重這件事 是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 佔領政治的這些青年 並不是他真的有影響 想要進議會幹什麼 他進議會是為了延續自己家的政治資源 就像年盛文今天為什麼要當台北市長 攝影機對著誰 好可怕 連勝文其實在打的不是什麼首度保衛戰 也不是國民黨保衛戰 他打的就是連家保衛戰 他要的是連家可以繼續延續他的政治命脈 來保障他的經濟命脈 那其實很多政治家族出來參選 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那一般沒有錢沒有權的人 他們可能年紀很輕 但是他們有理想 他們有包袱他們想要出來 但是所有機會都被這些人給佔滿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也試圖要去推一個東西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喔 各位都知道這個 立法院如果有投過立法委員選舉 就知道我們立法院現在投兩票 一票是個人票 一票是政黨票 就是單一選區兩票制嘛 那這兩票制 政黨票是什麼呢 政黨票跟個人票是可以分開的 那個很多大政黨為了要這個綁架 政黨票都跟這個選民說 這兩票要同一黨才會有效 沒有 在此鄭中恩都會說沒有 兩票絕對可以不同黨 那政黨票我們希望 為什麼當初要這個有這個政黨票的設立 就是因為如果各位去看這個部分區名單就會知道 這些部分區的立法委員原則上 都不是長期經營地方的喔 他們可能是專注在議題上的 那他們可能是長期在某一個方面是有這個長久的耕耘的喔 那我們希望把這樣的制度推行到地方議會去 我們希望在地方議會去推單一代就是這個兩票制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的話 地方才有可能把人跟政治脫工來看 然後地方的這個小型的團體呢 他可以去成立一個地方政黨 然後他可以推出他的候選 但是其實各位都可以知道 就是說這個民意代表的選舉啊 你如果沒有長期跟你很難 在很快的時間之內就有上學出現 所以政黨票對小黨來說非常重要 我們如果可以從地方上 就開始先讓小黨有機會可以出來的話 其實這樣我們才有機會 進一步的去這個翻轉中央的選舉喔 那德國的海盜黨其實就是這樣的例子 他們先在地方的州議會上取得席次 然後再進一步去進進中央的議會喔 那事實上像這樣的例子在很多地方都有 那我們希望這個東西從現在開始先丟出來 給大家一個新的想像是 我們如果要擺脫地方家族對地方政治的控制 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那這個議題我們會一直持續推動到2016年 因為這必須要立法院來這個立法嘛 好這個是第二個 這是第二個我們推的政策主張 那第三個是什麼 我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有一個東西叫工程配合款 議會的工程配合款 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嗎 有時可以稍微講一下什麼是工程配合款嗎 其實現在我們的每一個縣市議會裡面 很多大部分都還有一個預算客戶就是 小型工程配合款啊或者什麼的 諸如此類的名字 那他們大概就是每一個議員 每年大概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 台中我聽說不知道是1200還是1500 每年有這樣的建議額度 可以去說那邊的路燈要修 這個校園的什麼地下水道要修 像這樣子的東西喔 這個其實是變相讓議員拿來綁裝用的一個 預算科目喔 那我們覺得這個是 而且就像這個傅姨剛剛說的 去查那個資料庫的話就會發現 因為這個配合款而出現的必案其實也非常多 那所以我們覺得說其實應該是要去推動 在議會裡面去廢除這個科目 為什麼廢除這個科目 第一點當然是我們剛剛說的 它可能是嚴重的這個綁裝啊買票的工具 第二個是如果議員能夠這個決定這筆錢要怎麼用的話 那這是不是有可能侵占到的行政權呢 因為立法權本來就應該是要拿來監督行政權用 而不是去自己決定自己要用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上就會開始出現這個權責化分不清的問題喔 所以我們現在試圖要去統計每一個地方議會 到底有多少配合管 像台中就像我剛剛說的有1200或是1500 那我們希望去告訴縣市議員候選人說 你們應該要去廢除這個預算科目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第一啦能夠收集到的數字還不完整 第二是台北有一個這個公民團體 叫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公督盟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們其實也有發縣市議員的問卷去問議員 你們願不願意配合廢除這個配合管 但是呢 結果只有五成的議員願意簽署放棄 另外五成為什麼不願意簽署 因為這是他們重要的綁裝工具 他們怎麼可以放棄呢 所以這件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是我們第三個要推的政策主張 好這個是翻轉選舉運動大概做的內容 那我們選舉後還是會繼續持續下去喔 好那接下來我可以補充一些這個富儀 你剛剛講的關於這個買票這件事 我希望讓他變得更密體喔 我們剛剛聽到的都是這個 我們過去所熟知的這種買票模式 那我現在大概講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國民黨如何精進他的買票技術啦 就是剛剛也有幾位提到說 發現這一家買不動之後就不買了 各位有沒有想過我怎麼發現這一家買不動 當然這一家平常會不會發表政治言論 這個是一回事嘛 但是喔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各位年輕都很輕 可能都沒有投過幾次公投 我們大概有實施過兩次公投 那我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在那幾次實施公投選舉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如果有印象的大概會記得說 國民黨通常都會要求說不要領公投票 然後這個不要領公投票這件事是有這個必星在裡面的喔 國民黨用那一次的選舉事實上是徹底的清查了他的票到底有哪些 那些不領的人他們在那一本選舉明冊上就不會去註記說他們領的票 這是非常準確的可以算出這一票是我的那一票是他的這樣的方法 那一次他們大概就做了一次這個票的清查 這其實是非常精確的數字 我真的聽了國民黨說不領國民黨票 而不領那一張公投票的人大概就是會長期投國民黨的人 這是他們對那一次選舉一個地毯式的一個搜索 好那這個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事情是其實除了剛剛說的這些買票行為 包括像那個老鼠會之外 我還聽過一個非常神奇的這個買票方式 這個是也是一個金牛立委 後來被抓去瓜的金牛立委 他的買票方式是什麼呢 他就找他是一個股市投資大戶 他就找一些人然後就揪自己的朋友去吃一個飯局 然後在那個飯局上呢他就可以去跟他揪的這一桌朋友說 我們來打一個賭你們一個人拿一千塊出來給我 我們來賭誰誰誰會不會上 那賭的這個賭數是一比三十 所以你拿一千塊出來如果誰上了 你就可以拿三萬回去 那你回去會不會投他上 對啊這是非常高明的買票方式 所以買票方式其實絕對是這個千七百怪啦 那各位聽到也都不要覺得有什麼太奇怪 只要有人的地方我覺得買票不容易斷 那只是說對於買票這件事我們要怎麼去思考它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這件事情就比較有趣了 是買票這件事情的宣傳 抓買票這件事情的宣傳對選舉的影響 這件事情非常的近就是昨天才發生而已 昨天在高雄和嘉義各發生了一件買票的新聞 嘉義是陳以貞 有人說陳以貞買票 突醒澤昨天開了一個記者會說 這個他們有一個他們有一個競選總部的工作人員說 有一個阿桑跟他講陳以貞去他那邊買票這樣子 然後幾月幾號一票買多少錢幾點交錢給他 然後突醒澤提出來的證據就是一個黑畫面然後一段錄音喔 那那段錄音裡面就是這個工作人員問阿桑說 你什麼時候你什麼時候被買票然後拿了多少錢幾月幾號 那那個阿桑就這樣就講完了 然後突醒澤拿了這個就開了記者會開完之後呢 他馬上派了一輛宣傳車大街小巷的去講這件事情 那陳以貞那邊做出來的反制動作是什麼呢 他就去收證這一台這個宣傳車然後馬上去控告他 事實上這個事情的真相我們不知道陳以貞到底有沒有買票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什麼 喊說你這個人買票對選舉會不會造成影響會 而且這個事情現在正在發生 所以買票這件事情其實真的是一個雙面刃喔 那我們幾個朋友就在私底下討論說 這件事情到底是國民黨做的還是民進黨做的 其實都有可能國民黨比較少買票沒錯 但是民進黨絕對不是不買票 而且這件事除了買票之外還有火黑 有可能跟火黑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我要去說的是你要怎麼把買票這件事情想得比較立體 就是你要去思考說當他拿出來宣傳的時候 他會造成什麼樣的效果 那第二個例子發生在高雄的宴朝區 昨天有一個高雄宴朝區的里長候選人買票 然後被現場抓到 然後這個調查局在問他 你除了買自己的票之外 還有沒有買市議員或是其他候選人的票 他說有 然後他就咬出了一個市議員的名字 那那個市議員事實上我們都認識啦 是一個年輕的女生 然後應該是沒有錢買票啦 對 那但是這個女生也是一樣啊 昨天國民黨的候選就馬上去這個 你看喔 他在嘉義就是民營黨候選人見列欣喜 然後就去這個開記者會 然後宣傳社大爺想像講 那這個在高雄被咬出來這個是民營黨的候選人 那國民黨就馬上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馬上去包圍市調出說 你為什麼沒有馬上去那個某某某候選人 買票這件事情可以被怎麼操作 其實我們應該更仔細的去思考啦 就是說當我們確定有買票這件行為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這個買票是怎麼成立的 然後如果我們去喊說誰誰誰買票 或是我們聽到誰誰誰在喊說誰誰誰買票的時候 這後面到底有可能是怎麼樣的陰謀 這個才是選舉的全貌 買票只是第一步 買票之後的宣傳或是反宣傳那個都是很可怕的 那選舉這件事情啊 我跟各位一樣 從一開始我也投過廢票啦 那到後來漸漸開始去關心喔 那我就會發現說其實每一次的選舉 我以前其實很討厭 就是候選人每一次都要談什麼 四百年來第一戰啊 這一戰如果沒有怎麼樣台灣就會成輪啊 台灣就會怎麼樣 民進黨就會喊說台灣就會被這個中國吃掉啊 國民黨就會喊說如果民進黨贏了 這個外省就會怎麼被趕到太平洋去之類的 但是喔我這一次開始有一個新的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我覺得每一次選舉都是應該被認真對待 應該被高度的對待的 因為確實每一次的選舉對台灣的影響都很關鍵 剛剛富儀說了 1935年是這個台灣第一次的地方選舉 那明年2015年事實上就是台灣第一次實施地方選舉的80周年喔 我覺得在這個時刻我們應該回過頭去看喔 就是這80年來台灣經歷了政權的更迭 然後經歷了1950年代我們開始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實施地方自治 然後到了這個1992年的不會全面改選 1996年的總統大選 每一次的選舉其實都有可能是台灣往前或是退後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把每一次的選舉都讓台灣是往前的不是退後的 這個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思考 那我先講到這邊了等一下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剛才就談到了選舉翻轉運動他們的主要訴求 然後談到了那個政治家族 然後政治家族我們專畫其實也是很多 光是那個藍專畫就那個 整個就又有三代然後又從那個媽媽現在是立委 然後兒子是號稱之前是最年輕的立長 然後就掌握了所有的整個唐大的職業 然後那個整個靠這樣的一個經營 然後家族的連收入這樣子 然後他們經營的那幾個企業這樣 哇 上一 連收上一這樣 記得上次看到一個資料那十幾億這樣 果然是好賺的勝利 真的我們要好好去思考 就是我們的一個選舉文化或者是這個現象 這是我們自己要去好好思考的 今天如果我們所有有選票的人 如果非常珍惜你手上的這張選票 好好的去投 如果我們認真的去對待 如果我們真的把它當作不回事 而不是輕易的把它賣掉 然後不是那一種隨隨便便的這樣子 政治就是複雜 好 那反正投誰都沒有差 就這種心態 這種心態就是導致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我們台灣的一個選舉文化 一直沒有辦法往前進步 也可能出了它的願意 因為今天對 所以我趕快進入到下一個set 就趕快讓明星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除了很珍惜我們手上這張神聖的選票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一些什麼事 然後明星他在我們彰化這個部分 然後有跟一些年輕人一起來做一些發行一些活動 我們請他來分享一下 我現在先分享一個東西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活動叫行動代號129 行動代號129 基本上就是串聯我們 從南口當跨到原點 那為什麼會串聯這三個地方 那之前是附語有講 就是那個 有大語有講 大法官說什麼 喔 不是喔 沒有講到是不是 就是說附語球最嚴重的地方就是 我們講 夾雜東大 可是是自己一次的嗎 我現在講說 說附語球最嚴重的就是雲林跟彰化 彰化跟雲林 那然後在那個 後來我們有做了詳細的調查說 這本書後被折迷人堂 第一名的就是彰化 我講話沒有什麼驕傲的感覺 這其實很好驕傲 因為其實很慘 那我們自己是從 離開彰化一段時間又回來了 那我們就想說到底我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對於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說大概129 就是串聯了這些 一些聯群的團體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除了一些 嗯 那個我們前陣子才 郭文新的表演看到 我們寄 寄這本書 給 雲林跟彰化的 村民長 我們馬村民長 然後我也希望 鼓勵大家去借閱這本書 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會指導他說 我們在關注這個事情 但也許 也許他會看影響 他不會看我們不確定 但是至少我們這件事 我們會做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在那個 我們自己辦公室新聞會 這邊又做了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一直覺得說 大家不知道該怎麼選舉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的資訊是不對的 就是說我從來不知道 這個人到底是誰 他做過什麼事情 那資訊從來沒有 可以好好地整理 都公開過 所以我們決定 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做了 縣長 市長 以及縣市建議員的 資料整理 從他以前做過的事情 他的基本資料 他是進去做什麼法案 他有什麼 對於所有事情 我們同時把列出來 在網屋上面 讓大家看 但是我那個章話下來 在各位可以稍微幫我搜尋一下 那我們的目標是 我們認為 這個政治人物 他一旦走上這個 他就應該要不斷地被檢視才對 他只是做過診斥 他都會被大家知道 所以呢 網屋是這樣子很 很直接的平台 就是 儘管這個資訊局 你做做什麼事情 你之前做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要可能都知道 然後 你再用這樣的資料去 你不評斷你怎麼選這個人 然後就是說 因為這兩天發生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難做的事情 就是 公辦公聽會沒有人到 我公辦公聽會沒有人到 我公辦公聽會 就是說 各縣市開了公辦公聽會 可是 很少人到 很少人去選 那我就想說 那表示說 不知道大家夠了解他的政見 還是說大家 根本不關心政見 他關係可能是一個 怎麼 誰比較怎麼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 好吧 那如果說我們設立 他假設是 沒有空去聽政見 那速不速的 就把政見拿出來打開 不過我們在專輯這段過程當中 我們一樣發生了很多問題 是 某些人是從來沒有政見 或者是 某些人他從來也不需要政見 他就直接可以當選 那我們在專輯 一直到 最近才開始 有接受到了全軍公報 才開始到說 我跟你講 這些人也沒有政見 只是他政見好像是座文一樣 只是看不太懂他在選什麼 的狀態 可是他好像還是會當選 就像我們的 現場候選人 就是 他最近剛好 就是 因為校長候選人剛好 捲入了一個 體育的什麼弊案這樣 OK 可是他還是這樣 我視線都會當選 這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是 到底是我們的那個 彰化是 發生什麼問題 是我們真的被這麼看清嗎 所以 我在回來彰化這個時間 我就發現說 其實彰化的確有一些 鐵票 鐵票就是 就是我第一次 根據 這第一次 就是兩千年的時候 最早 然後呢 我記得 在我回來 要投票的那一天 就是前一天晚上 我爸媽 以重心跳的 叫我到他房間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票要賣多少 但是他 他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收錢 但是他的 他的故事就是希望 因為當時我要投給 我就是他不想到的那個 所以他就是 如意的想要 想要這個 對 而且因為我回來之後 我回來之後一直在 一直在做我反抗家裡的事情 所以呢 我還記得 這兩天出門之前 我爸爸一直跟我講說 你不要管政治 好不好 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最近就是 多段禮記資料 包含去做一些 一些老救護的保存 然後 然後一些 關於社會醫生的事情 還有一些社會醫生 包含我來 在自己的部落口 到底誰有關 你怎麼去 髒話你就該怎麼投票這件事情 而且還指不到誰 告訴你 然後 我的家人 就很擔心我的安危 因為我怕被 因為我開店 然後又是開咖啡館 然後我怕被砸店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常常就說 其實 我這邊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 好 所以在座的都適合 所以應該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本來他就可以被談論了 因為我發表的 就是屬於自己的一件 你並沒有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 是意圖使人 但是就是我就是 努力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就是 我覺得 如果我們一個人 可以做一件事情 然後 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那都是參考的資料 然後 最近剛好在 下一個站的那個網站 上面又有一個 朋友來留言 他就說 體驗一下 這個網站做得好 請問一下什麼時候 來做雲林下一站 可是有人說我去髒話 為什麼我討厭做雲林下一站 但是雲林人自己出來做 你們 屬於你們的公開 政治平台 你們應該非常了解 你們的人才對 而不是我自己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要傳達就是說 我們自己 在站間的人 就要非常懂這件事情 非常來你這邊請 才能不能去選擇 你要選擇的人 那不管你在哪個地方 即使你是公園 你真的可以為公園做一個 這樣的東西 你去仔細整理資料 然後告訴別人說 看完之後 你再去做選擇 不管你選擇的是誰 也許你還是想要選擇給 那個 我們可能絕對不是很OK的人 可是他 那自己把你看過了嘛 你覺得這樣是你 你喜歡的話 那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做選擇 但是實際上 這些人他做得很難 一定要被指導 那實際上 我 最近我看完那個書 然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就是說 我剛化蟹這個地方 對於過去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事情 坦白講 反應還真的不太大 其實沒有像說 沒有像說 我剛剛跟你講說 還會 我車子跑下來 不會 你看到那個手舉 臉越大 在牆上的臉越大 就表示他那個 會成的狀況就越嚴重 就是我有一個很大的入口 就是以前那個 大甲媽祖國會經過的 那個民生地下道 你上來就會看到 全部都是 最大那個人 就是我前議長的兒子 後來 當了議長之後又被 當了副議長之後又被 又被那個 又被那個 又被抓抓去這樣 但是他還是 哇 還是上面寫什麼 青年禪子的那個東西 我就覺得做得奇妙 然後 當然有時候也會思考說 到底是 五個彰化到底是 怎麼會一直沒有人可以選 或者沒有好人可以選 問題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我們其實 努力有在關注這件事情 並且 至少我們現在 參與的方式 每個人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但是至少我希望 我們都做到一個資訊 一個公開狀態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些候選人 到底已經做過什麼事情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 然後你再用一個 派斷去決定 你要不要懂這個人 那起碼 那票不再是 你的爸媽告訴你都給誰 而是你自己 你自己究竟好 你要懂我 這是我覺得最期望一個人 可以做的事情 好 謝謝 其實剛才您先講完 我就想到一個 我們能不能推動一個修法 然後以後群集公報 後面就有一欄 就是你有涉及會選的什麼 然後就要登錄這樣子 對 然後這樣就會很清楚 然後就不用那麼 對 明線他們要辛苦去收集資料 這其實最基本的而已 都還不是去比較 就是他的政見到底好不好 以前做過什麼好的事情 都還不是 只是說最低門檻 就是他以前涉及什麼 什麼會選的這些 就有的沒有的這樣子 對 好 明線他們在做 就是彰化下一張 對 然後我會覺得其實我們在地 在地 就是一般的公民 還可以做一點什麼事情 就其實如果類似像明線他們這樣 把一些 現在這一屆 這一段又出來參選的人 以前涉及了什麼樣的 一個會選的 什麼樣的弊案的 這種資料我們找出來 對 然後提供給 提供給一般的選民 區域性的選民 因為講實在話 我們很多那種必須性的選民 就我們地方的選民 其實對於這些獲選人 有一些真的不太了解 而且他們常連在外的年輕人 對 回來根本這些 也不太知道 除了那個比較高知名度的 對 有些根本不知道這些的背景是什麼 你要是有些參考的儀器 最起碼你還可以又適合去吧 可以去挑選 對 我們現在先開放就是現場的一個提問 來 第一輪要收集三個 來 我們要